第十五课 就是友好观光年 新年の鐘が鳴ると 新年的鐘声一跳响 早速 在这里讲的是很快的迅速的 観光客の第一件就是第一批观光游客 降り立ちましたね 就来到了吧 在这句话中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解一下早速这个单词 表示的是立刻 马上 赶紧 比如 その小説はとても面白いというので 早速買って読んでみた 听说那部小説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赶紧买来读了一下 早速ですが 金を少し 貸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请恕我冒昧 您能借点钱给我吗 这里的早速就是 我省去了很多客套话 我直入主题的意思 早速のご返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感谢您及时的回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早速和 早速和 早速的区别 早速的区别 它指的是 あまり 時間が絶たないで 何々する 或者是何々起こる 的意思 指的是 没有花费很多的时间 或者是没有间隔很多的时间 马上做某事 或者是 马上发生某事 我们使用四个的时候呢 一般不太会包含说话人的态度 所以它是一个中性的词 与此相比呢 早速他虽然也有四个你 表示立刻这样的意思 但是呢 在说早速的时候呢 包含了说话人的态度和说话人的心情 表示说话人什么样的心情呢 是一种非常急切的想要做某事的一种心情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2. 昨日は授業が終わってすぐに帰りました 昨天下课后马上回家了 2. 我もらってすぐに箱を開けて中を見た 收到礼物以后呢 马上打开包装盒 看了里面有什么礼物 3. 昨日買ったおもちゃがすぐに壊れた 昨天刚买的玩具马上就坏了 4. その問題はすぐに答えがわかった 那道题目我马上就知道答案了 在上文的例二中 プレゼントをもらってすぐに箱を開けて中を見た 这句话如果把つぐに改成さっそく的话 他表达了主人公非常急切的想要看到 礼物的内容这样一种心情在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可以使用さっそく的例句 1. 友達に教えてもらったお店にさっそく行ってみた 立马去了朋友说的那家店 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也表示了说话者或者是主人公 非常急切的想要一探究竟 这样的心情 下面这句 これで説明は終わりです では早速一つやってみましょう 说明到此结束 赶紧做一个试试吧 下面我们来讲 ジン这个单词 首先 ジン可以表示的是 士兵队伍的排列 例如 ジンを取る 不震 海水のジン 他可以指 背水震 就是背对河海 自决退路 不能再失败的排阵 也可以表示 背水一震 第二个 ジン可以表示的是 震地 例如 ジンを張る 布置震地 第三个 他接在名词的后面 表示的是 集团 例如 接在教授 教授的后面 构成 教授人 就是教授们 接在報道后面 构成 報道人 表示的是 媒体 接下去小王说了 そうですね 是的呀 我々の仕事は 忙しいほど 張り合いがあります お客さんが大勢 来てくれるわけですから 工作越繁忙 我们越有劲 这说明 观光游客 源源不断的 这里 忙しいほど 他其实是 省月了 忙しければ 忙しいほど 就是 越忙 越怎么样 越怎么样呢 在这句话中 表示 有干劲 的意思 那么 張り合い 他可以表示 竞争 例如 両方の張り合いが 激しくなる 双方竞争 激烈起来 他也可以表示 有意义 有尽头 例如 張り合いのある生活を送る 过有意义的生活 或者是 日子过得很起劲的意思 お客さんが大勢来 来てくれるわけですから 这个わけですから 在这边 其实就是 来进行解释 工作很繁忙 说明 观光游客 在源源不断的来 接下去 主持人继续说了 ガイドは 民間大使だと 言われます 道友 被称为是 民间大使 皆さんは 中国と 日本との 民間交流に 貢献なさ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ね 各位 为中日的民間交流 做出了贡献 てる 是ている 的略音形式 貢献なさる 是 貢献する 的尊敬语 わけ表示 在事实基础上的 解释 说明 今日は 民間交流の経験を 大いに 語っていただきたい と思います 今天 请各位 暢談一下 民間交流的 经验和体会 在这句话中 有个 大いに 比如说 让我们 大干一场吧 叫 大いに やろうじゃないか 大险 伸手 大いに 腕前を 発揮する 好 这里呢 出现了一个 新章の導遊 いつも いつもは通訳ばかり やってましてね 平时我们 忙于翻译工作 記者から取材される なんて 言葉 满多にないから 满多にない表示 很少有 取材指的是 采访 から表示原因 很难得 有记者来 采访我们 もちろん しゃべらせてもらいますよ させてもらいます 都是一种 字迁呢 就是说 请允许我来 做某事的意思 首先 这句话中 有一个 めったにない めったに 它是 表示频率的 负詞 一般呢 会和否定的 位语相呼应 相当于 汉语中的 很少 不常 比如说 この地方では 雪は 满多に 降らない 这个地方 不太下雪 再比如说 こんな 美味しい酒は 家では 满多に 飲むことは ございません 在家里 不太有机会 喝到 这么好的酒 田中君 ほど 大人しい人はない 满多に 笑ったこともないが 余計な 口を 聞いたこともない 没有 比田中 更老实的人了 他很少笑 而且不说 多余的话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 做一下 课后的 练习 首先用 めったにない 来完成句子 第一题 冬なのに 明明是冬天 但是呢 我很少 暖房を使うことは めったにない 很少用 暖器 第二题 自分で作るのが 経済的 だから 因为自己做 比较省钱 所以我一般 不到外面去吃饭 对吧 外食するのは めったにない 第三题 医療技術が 進んでいる 今日でも 現在 医療技術 非常的進步 但是呢 我们可以说 活到100歳的人 也很少 百歳まで 生きる人は めったに いません 第四题 こんな珍しい宝石は 世界中 どこを探しても つま珍貴的宝石 找遍全世界 也是很難 找到的吧 你可以说 めったに 見つからない 第五题 私は幼い時から 体が丈夫です 我 从小身体 就非常的健康 病気のため 因为 生病 而 比如说 不去上学 这样的事情 是很少的 学校を休んだこと など めったにない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主持人说 では はじめに ガイドという 仕事について ちょっと 後面 それは ちょっと 話してください 那么 首先呢 我们请大家 来谈一下 导游这个工作 僕はこの仕事が 気に入っているんです 気に入る 表示的是 很中意 小李说 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主持人又说 皆さんが今の仕事に 就いた動機は 仕事につく 指的是 就业 这句话 他就是说 请问大家 做这个导游工作的 动机是什么呢 我们来学习 つく 这个单词 它可以表示 位于某种位置 例如 ていにつく 就是国王 他们就位 登上王位的意思 つく 还可以表示 就任 负责做 比如 社長のポストにつく 当上社长 仕事につかないで ブラブラしている 不工作 仙台者 小馬 他说 僕は ずっと前に 大学を卒業して 旅行者の 日本語ガイドに 就職配分 されたのです 但是大学 毕业以后 被分配到旅行社 当日语导游的 自分から選んだ わけじゃなかったですけど わけじゃない 表示的是 并不是 并不是自己 挑的工作 但是呢 だんだん 好きになってね 但是 慢慢的喜欢上了 这份工作 今では すっかり 気に入っているんですよ すっかり表示的是 完全 我对这个工作 非常满意 那小唐 他说 僕はちょっと 違います 我不大一样 中国と 日本は 文化も 歴史も 深い関係があるから 中日两国 无论文化 和历史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日両国 人民の 友好を 深める仕事を やろうと 我一直想 从事 加强 中日两国 人民之间 友好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日本語学校 を卒業したら 我从日语学校 毕业以后 すぐ 公衆旅行者に 勤めたんです に勤める 表示的是 在什么什么 地方工作 所以小唐 他呢 是从日语学校 毕业以后 马上进入到了 杭州旅行社 来工作的 再来看 平和と 友好の 架橋 架橋 它是 桥梁的意思 訳指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角色 そして 表示的是 作为 皆さんは どうやって いいサービスを 提供しているか 苦心団を ザックバランに 一つ 这句话后面 其实也省略了 一つ お願いします 主持人说 各位 作为 和平和 友谊的 桥梁 是如何提供 出色的 服务的呢 请 ザックバランに 指的是 谈率的 谈一下 自己 辛勤 工作的 体会 架橋 可以指 桥梁 或 抽象化 表示 双方间 沟通 交涉的人 役 可以表示 职务 或 角色 頼んでみたら 彼は 喜んで 同窗会の 世話役を 引き受けた 試着呢 去拜託了他 他高兴地 接受了 做 同学会的 联系人 二 何かがあったら 相談役になりますから ご安心ください 有什么事的话 都可以跟我商量 请放心 第三句啊 誰も やりたがらないので 憎まれ役を 買って出る 因为没有人 愿意干 所以呢 只好我来承担 遭人恨的角色 僕はいつも 彼女の 愚痴の 危機役だ 我总是做 听他抱怨的 角色 那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有 比如说 虚心役 就是主人公 主角 相手役 就是对手 案内役 就是向导 导游 我们再来看 苦心弹 苦心弹 他其实是 苦心 加弹 苦心したことを 語る話です 迪奥バラン 指的是 坦率 心直口快的 或者是直言的 例如 あの人は ザックバラン な人だ 他是个爽快的人 ザックバラン に言えば 打开天窗 说亮话的意思 ザックバラン に意見を交換する 坦率了去 交換一下 自己的意見 ザックバラン に打ち明ける 原原本本的 说出来 和盘拖出 みなさん 練習待ちくんです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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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